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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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过去这些天呢 我们看到呢 陆陆续续啊 每天都有一些 呃 什么几就是十几二十个人累计起来 目前四五十个啊 猝死的状况 呃 除了年纪长的啊 这个长辈之外啊 其实中壮辈如果平常没有特别注意身体的话呢 呃 入夜之后啊 这个心脏病猝啊 猝发的状况其实还不少啊 所以呢 要特别的注意啊 那最近很多朋友会转发一些呃 医生们的提醒了啊 就是说 譬如说你要穿脱衣服之间啦 尤其洗澡的时候啦 呃 不要呢 这个瞬间的把衣服脱光光啊 你可能放点电暖气啦 或者说呢 这个嗯 在浴室里面先把水放一放啊 让整个的温暖的湿气啊 笼罩在这个浴室里面呢 都会让呃 身体啊 这个温差之间啊 不会那么突然之间的 骤降啊 让这个啊 心血管啊 导致过大的啊 这个膨胀收缩的压力啊 大概来说的话呢 是这呃 又一波的啊 这个寒流啊 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好 那这一波的还呢 我们刚讲到了最冷的时候是礼拜二的深夜到礼拜三的清晨 所以呢 礼拜三的白天会开始陆陆续续回温 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蛮舒服的一个天气状况 一直到呢 礼拜天啊 所以呢 到了礼拜天之后啊 这个礼拜六下半天到礼拜天 又会再有一波呢 小小的短短的啊 这个湿冷的天气 但是呢 就不会有这一两波来的那么的明显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好消息是 啊 这个气象局说 近期之内都看不到 比这一波呢 呃 强冷更强的系统再次接近 好 所以呢 就算是起起伏伏 有一些比较冷的状况 大概也不会到那么冷了啦 OK 好 所以呢 这几天 呃 再稍微的提高警觉一下啊 这个接下来就会是一个相对的好天气了 就冬天来说啦啊 OK 好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OK 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啊 这个北北基10到13度 降雨距离百分之百 呃 陶竹苗呢 10到13度 降雨距离百分之50到80 呃 中部呢 11到16度 降雨距离百分之30 呃 陶 呃 这个南部地区啊 11到20 哦 到21度啊 有21度还蛮舒服的啊 0到20% 这是中南部地区 好 那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12到14度 降雨距离百分之50 花冬17到14到17度啊 降雨距离百分之10到20 外岛是5到14度 降雨距离百分之10到30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好 那开玩天气呢 一样呢 接下来看的是疫情啊 疫情呢 在过去这个周末啊 从礼拜五之后啊 到今天呢 一个周末之间呢 全球增加了200多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啊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还蛮严峻的啊 这个秋冬的高峰期啊 这个在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呢 增加83万人 单日增加83 然后呢 礼拜六到礼拜天73万人 今天的话呢 看起来是礼拜天到礼拜一啊 这个增加了59万人 好 所以呢 呃 今天看起来比较少一点啊 但是就整个周末来看的话呢 状况依旧的严峻 所以全球呢 目前已经来到了9000多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再下去就要破亿了啊 这个 嗯 这个状况真的是还蛮糟糕的 看起来的话呢 呃 这个工卫专家的预测可能会成真啊 就是说经过这个秋冬之后呢 会有破亿人啊 这个全球感染新冠肺炎 那目前已经有194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了 好 所以这是totally的数字啊 900065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好 那这个全球呢 依旧是美国最严重啊 这个美国的话呢 呃 在今天看起来单日是23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那是看我 事实上我看这个纽约时报啊 它们呢 呃 统计了一下 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的话呢 美国平均单日都有23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所以高高低低 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啊 说呢 是单日死亡最高 然后也是呢 单日呢 呃 这个感染最高 都是二十几万人感染啊 然后数千人呢 呃 四千多人呢 死于新冠肺炎 好 所以这个美国目前呢 依旧是一个拉警报的状况 好 那除了美国之外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英国啊 这个英国呢 还是要维持高峰 单日呢 新增5万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好 不过呢 就这个周末来看的话呢 呃 稍微的平缓一点点 尤其今天了啊 这个有5个国家破万在欧洲啊 分别是呢 俄罗斯2万2 意大利1万8 法国1万5 德国1万4啊 不过呢 另外的像波兰 捷克 葡萄牙跟爱尔兰啊 都是还蛮高的 就是七八九千个人啊 这个单日感染也不算低 好 不过呢 比起上个礼拜啊 这个接近周末的时候来看 稍微的缓和一点点 好 所以呢 就是英国的状态 那另外的话呢 在美洲部分 除了美国之外的话 墨西哥1万6 哥伦比亚1万5 这个部分大概来说是美洲地区 那亚洲地区的话呢 我就要格外特别注意的是啊 除了这个印度 土耳其大概来说还是比较疫情严峻的地方 印度1万6 土耳其9千多 这个降到9千多之外 印尼跟日本啊 这个印尼的话呢 是我们输出的外劳非常主要的一个国家之一啊 它是 呃 这个标到了9千640个人 单日感染的新冠肺炎快要破万了啊 日本啊 日本也是这两天拼命标啊 这个现在已经7621个人单日感染到7千多了啊 所以呢 印尼跟日本啊 是这两天啊 在这段时间看起来比较呢 疫情升高的地方 那南韩的话呢 是单日新增665 中国大陆啊 也稍微比较多了 69啊 那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了啊 所以呢 在北京周遭啊 尤其是在北方啊 呃 接近这个所谓的呃 政治的中心嘛 所以呢 什么石家庄啊 几个县市啊 目前呢 只要一有病例就封城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看起来呃 有升高的一点一点的趋势啊 但是呢 也采取了相对来说 非常啊 这个严厉的啊 这个决断的措施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亚洲地区啊 这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印尼 日本 那中国大陆的话呢 是采取非常呃 这个紧张的啊 这个回忆 那再来的话呢 非洲啊 非洲的话 我看到非洲的防疫中心啊 他们在昨天公布呢 整个非洲的话呢 破300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当中的话呢 南非就占了四成左右 而南非啊 这个最近的变种病毒是受到关注的 所以呢 它连续的这段时间都是单日颇晚 今天看起来的话呢 是呃 一万七天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 那讲到了这个变种病毒啊 事实上呢 在昨天传出来日本出现了另外一种的新冠病毒啊 它看起来的话 呃 也不是英国的 也不是南非的啊 所以呢 嗯 也受到了关注啊 这个接下来要进行相关的病毒株的序列分析了啊 那再来的话 俄罗斯啊 这个相关的英国的变种病毒也传进了俄罗斯 每个国家呢 都还蛮严正一代的 担心这个呢 呃 传播速度很快的病毒呢 在秋冬之际呢 入侵国门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跟疫情比较有关的消息 谢谢我带回来 好 回到啊 来说时间啊 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疫情呢 并没有啊 这个暂缓的趋势了啊 那都是此起彼落 而且大致来说的话呢 在秋冬季节整个来说的话呢 都是啊 这个升高的 那尤其是呢 变种病毒 目前看起来的话啊 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从英国开始出来的呢 呃 逐渐的扩散 再一个的话呢 就不同的国家呢 呃 出现更多的变种病毒啊 那这些变种病毒的话呢 是不是都是像英国跟南非一样呢 这个传染速度来的这么的快啊 而且呢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的话呢 这个年龄层下降 这部分的话呢 还有待观察 不过呃 因为呢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的关系啊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呢 呃 拜登啊 就即将要在1月20号进正式进行交接 虽然美国的政情现在非常非常的乱啊 但是看起来的话呢 拜登还是蛮专注在啊 我觉得蛮focus清楚的啊 就是说他应该要去关注的事情 所以呢 一个是疫情 一个就是经济啊 所以目前的话呢 他在过去这个周末呢 特别的呃 透过他的这个过渡的团队表示 他要寻求呢 呃 想办法把目前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疫苗呢 先暂缓第二剂 然后呢 通通都拿来打第一剂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呃 这个疫苗 假设说了 这个总数是呃 一亿好了啊 那一亿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分两剂都把它打完的话 那就只有五千万个人可以受惠 但是呢 因为呢 打第一剂就有一部分的这个防护效果了 所以就如果说你第二剂先暂缓施打 那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来打第一剂的话呢 等于就是有一亿人可以呢 呃 这个在过程当中先打完 呃 这个所有的第一剂 得到了一个初步的防护 然后等到呢 整个疫情呢 秋冬过去之后 有空呢 有更多余的疫苗再来打第二剂 哦 这个是目前呢 拜登的呃 这个计划 呃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现在就尽可能的呃 用在第一剂 让更多的人呢 可以去施打疫苗 这个部分呢 是在 呃 拜登呢 在这个周末 啊 这个最新让大家知道的跟疫情的控管有关的消息啊 这也是我们看到呢 目前 呃 疫情跟 呃 疫苗相关的消息 那除了呢 呃 在美国 啊 这个施打的状况 因为他们的疫情最严重之外 那目前呢 看得到的是中国大陆 啊 他们呢 在实验的相关的疫苗部分啊 是不是可以适用于他们中国之外 他也必须要得到一些安全认证啊 所以呢 这个科兴 啊 科兴的疫苗 所以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当中 显示出了百分之七十八的有效性 而且呢 百分之百可以防范重症 ok 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都是跟疫苗有关的消息 好 那除了疫苗之外的话呢 呃 接下来就要看欧美股市了 其实欧美股市的这段时间受到最大的震荡 还是来自于呢 美国的政情 还有接下来的话 这个周末 如果说你关心啊 这个 嗯 美国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出现了一大堆非常不民主的乱象之后啊 到底如何收拾残局 你会知道说呢 美国的国会打算要发动弹劾川普啊 所以政情非常的乱 好 那么来看呢 这个欧美股市的话呢 但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啊 非常的 呃 这个 呃 惊奇的是呢 呃 因为乱啊 所以他们的预期呢 会有更多的纾困方案出来啊 所以欧美股市呢 都是上涨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呢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56.87点 收在31097.97点 涨幅是0.18% NASA指数上涨134.48点 收在13201.98点 涨幅是1.03% S&P500呢 上涨了0.55% 哦 那非诚半导体是唯一下跌的 小跌了0.02% 好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的股市哦 这个目前呢 三大指数也都是上扬 德国上涨了0.58% 英国上涨0.24% 法国呢 小涨了 涨了0.65% OK 好 所以呢 就是欧美股市 好 那这个欧美股市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呢 很明显的是因为呢 很多状况 不管政治跟经济都不太妙啊 所以呢 他们都期待 拜登啊 又有更多的一些呢 相关的疏困方案 那事实上 拜登呢 在上个礼拜五 也是这么说的哦 他说呢 他打算啊 这个就任之后呢 立即的来注意呢 有关于疫情跟经济的事情 在经济的部分呢 他至少讲到了三件事情他会做哦 他预期呢 计划推出呢 新一轮的 塑造美金的哦 这个纾困方案 塑造哦 OK 好 所以呢 先前谈到过的是两兆嘛 哦 但是呢 共和党呢 是比较反对的哦 所以后来没过 OK 好想讲到是塑造美金的纾困方案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纾困方案当中哦 包括了个人会发放哦 这个纾困金呢 两千块钱美金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受到关注的 那第二个呢 是要扩大呢 失业保险的范围 那第三 他说会向市政府跟州政府呢 提供更多的数十亿美金的相关援助 来促使啊 每个地方啊 都有手上够多的资源来拼地方的经济 所以呢 至少是这三大点啊 就他这个话讲完之后呢 这个 这个美股呢 三大指数呢 就齐齐扬 而且呢 再次的都刷新了 这个历史的新高 不过虽然啊 这个拜登这样的讲 但是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啊 其实呢 有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他们并不赞成啊 发两千块钱的个人的纾困金 他们觉得这个钱呢 应该拿去啊 做更多的刺激就业 然后呢 或者是去买更多的疫苗 所以呢 未必是要发放个人的钱 不过就整个的市场来看的话呢 民主党主政啊 向来来说是比较愿意花更多的钱 在公共事务上面啊 那只是说放在哪个地方 是不是发放给个人 OK好 所以呢 就是有关于呢 拜登啊 大概来说 会用更多的刺激方案 有更多的一些资源资金啊 这个在市场上面的流动啊 那针对疫情 针对经济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好 但是呢 同时之间也看到呢 呃 事实上是美国的就业率啊 看起来这个相关的数字呢 更加的惨淡 好 那这个数字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呢 在过去这个呃 周末啊 公布了这个非农的就业人数 减少了14万人 可是去年4月以来呢 第一次减少啊 这个就业的人数 那而且呢 这个数字是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再来的话呢 就整个年度来看的话呢 就业人数减少了937万人 呃 创下193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等于是接近千万人失业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啊 来生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这个欧美股市呢都上扬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数字看起来呢 还蛮糟糕的啊 那这个就业数字的话呢 呃 看起来啊 持续的下滑啊 然后呢 全年的就业人数的话呢 是减少的啊 再来的话呢 他们的失业率啊 是在6.7%啊 虽然看起来没有总数来说 没有来的更高 那是啊 先前啊 可能预期会更糟糕了啊 但是就整个啊 2020年全年来说的话呢 这个数字937万人啊 这个失去工作 已经超过了2008年 跟2009年金融海啸爆发后的总和了啊 好 所以我们会知道呢 这个疫情对于美国的冲击 是真的还蛮大的 那这个失业的话呢 最主要是集中在呢 什么餐馆啦 酒吧啦 跟一些教育的领域啊 因为他们讲到说呢 这个随着疫情升高 很多已经开放的啊 这个学校呢 又关又关了啊 又这个停课了 那又改成了线上的教学啊 所以对很多的一些教师啊 或者一个学校的行政人员来说的话呢 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啊 所以呢 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 那这个当然也跟啊 这个川普在任上啊 他对于这个疫情非常的轻忽 然后不断的呢担心啊 这个如果过多的封锁 会影响到经济啊 那所以啊 就一直呃 就是没有采取 而非常及时果断的行为啊 反而让这个疫情越演越烈 实际上是都有啊 关系的啦啊 OK好 所以呢 目前美国的失业状况呢 是还蛮严重的啊 那这个疫情的延烧底下 我们看到呢 反正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非常的期待啊 这个拜登上来之后的话呢 1月20号之后 到底呢 他的振兴方案啊 他的纾困的行动 到底会有多积极 规模会有多大 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拜登上台之后啊 呃 值得注意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 好 那当然啊 政情就另外一个 我们待会来说啊 那是还跟啊 这个国际财经 比较有关系的部分 呃 还有的是 第一个啊 跟疫情的影响有关 当然还是有一些企业是受贿的了啊 所以今天看到呢 呃这个 这个 Apple Apple的话呢 是CNBC的数据分析啊 说这个 Apple的App App Store啊 这个应用商店 在去年的一年的总营收啊 超过了640亿美金 比起呢 前一年呃 疫情没有来的时候 增加了28% 啊 所以呢 他等于是这个疫情非常明显的啊 呃 因为远距工作的关系 因为比比电需求的关系啊 非常明显的一个受益者 好 那除了呢 这个Apple之外啊 是受益的之外 那另外的话呢 还包括了像是呢 美光啊 这个美光是晶片啊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理解 包括像台积电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这个美光呢 他盘中的创出来20年的新高啊 那最主要是因为他发布的最新的财测啊 还有财报 那因为呢 远距跟最近5G的采用率上升 都提高了市场对于美光啊 这个晶片的需求 所以呢 明显的这两个啊 是在市场上面的受到疫情的呃 带动啊 这个有好消息的啊 这个啊 个股 那再来的话呢 电动车最近的话题是真的非常夯了啊 那所以呢 呃 我后来最近这段时间花了一段时间 把这个钢铁人马斯克那本书看完了啊 是呃 在美国在台面上被认为呢 最被认可的 也包括马斯克本人跟他家族 都跟他公司的人 都同意接受访问的一本书啊 所以呢 到时候我们会来为 为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他到底怎么创造了 属于这个钢铁人的王国 不只是电动车 还包括了这个呃 外太空啊 等等的呃 部分啊 OK好那这个电动车的部分 带动了整个市场呢 越来越呃 呃 我们看到呢 在今天相关的话题 包括呢 Apple 也是Apple 他要跟南韩的呃 现代汽车 需要一起来打造这个电动车 但是啊 这个今天的消息是 南韩现代汽车似乎 呃 不想要啊 这个让呃 苹果呢 独占 呃 这这门生意啦 或者这门轻事啊 所以呢 他现在改口说发布了一个声明啊 而且这个声明呢 说是速度进行调整 表示说您收到了多家公司 在电动汽车的研发方面来 来看啊 希望跟他们呢 进行合作的要求 那目前讨论呢 还在初期阶段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有点拿俏了啦 就很多的呃 公司都跟他们一起想要啊 这个进行电动车的研发 那再来的话呢 中国大陆的百度 他们也打算呢 要来研发呃 这个电动车 百度是做入口网站的啊 他们现在打算跟中国的吉利汽车 合成 而联合成立呢 合资公司来打造呢 电动汽车 好所以呢 这些都是跟电动车啊 有关的相关消息 那再来的话呢 是一些跟垄断有关啊 一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呢 像是Amazon啊 他们这些公司 现在呢都是呃 不断的啊 这个有话题不断的扩大啊 他们的一些 呃 这个相关的业务 但反过来说全球 包括美国跟欧洲 对他们垄断的一些相关的担忧 跟采取的行动 也都越来越积极啊 所以呢 这是美国的呃 英国英国的竞争 与市场管理局 在上个礼拜五呢 宣布对于Google 啊要进行调查 说呢 他们呢 有一些呃 Cookie啊 相关的一些计划呢 可能呃 目的啊 而且很明显的是 让Google的广告业务受贿 牺牲其他竞争对手的利益 因此呢 目前呢是展开调查当中 OK好 所以呢这些呢 是我们今天看到跟呃 这个其他啊有关的个股 也跟未来整个的趋势啊 跟疫情期间 跟疫情过后啊 有些部分呢 其实变与不变啊 像是5G在未来可能会爆发 疫情的改变了相当多 远距的啊 一些大家的习惯等等啊 还有电动车啊 都是呢很未来性的啊 这些趋势性的部分 那OK 最后来看一下油价啊 这个油价的话呢 在这个呃 过去上礼拜五 是上扬的 嗯最主要的话呢 并也不是说呢 对于疫情有多么的呃 呃放心啊 而是呢 阿拉伯啊 这个自愿的要独立减产 呃 这个每一天减产一百万桶啊 那每一天减产一百万桶 形同于在二月份的话呢 平均来看是全球供应量的百分之一啊 所以他独挑大梁这件事情啊 让这个油价呢 因此得到提振 OK啊 所以呢在纽约部分啊 是上涨了百分之二点八 收贷每一桶五十二点二四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三 收贷每一桶五十五点九九块钱美金啊 所以呢比较难得的看起来是站稳在啊 这个五十块钱以上啊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看看疫情怎么样了啦 OK好所以呢就是油价 所以今天啊开始呢凌晨 你去加油的话呢 你去加油的话呢 弃柴油各自调长五毛钱 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啊 油价跟一些国际财经啊 比较相关的消息 好那看完这些消息之后呢 当然接下来要看的就是美国的政情了啊 这个美国的政情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呃国会正在积极的进行弹劾 目前的话呢 众议院至少由民主党所掌控的众议院的话 打算在今天啊他们的时间呢要召开会议 希望能够提出弹劾案来进行表决 我们休学回到现场 好回到来讯时间啊 那今天呢国际当中的重要的政治新闻呢 几乎都是锁定在美国啊 这个美国的话呢 跟他们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会不会啊这个让川普不只是说呢 在1月20号必须要必须要顺利的交出政权 本来就应该交出的了啊 那只是说先前的整个的呃 国会的包围事件显示出来 他似乎呢啊要这个煽动啊 他的这个支持群众呢 要拒绝呢这个交出政权 那现在不但是啊 他没有办法呢拒绝交出政权 他甚至呢可能必须要提前下台 就说是不是啊 他们呢会通过呢相关的弹劾 这是一个关键 那再一个的话呢 就在昨天最新的消息啊 那就是呢 呃也是即将在1月20号去职的 美国的国务卿庞佩欧啊 他是呢啊这个川普政府当中呢 最鹰派的一个啊之一 他呢在昨天呢宣布啊呃台美啊 台美之间的交往限制呢 通通都取消啊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对于台湾来说 对于呃拜登啊 未来的对中政策来说的话呢 也会形成相当重要的一个影响啊 这两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都来一一的告诉大家 我们先看呢这个美国的政情好了 就到底啊这个呃 川普啊可不可能呢提前结束他的任期 先讲结论好了啦 这个时间来说的话呢 因为很紧急啊 十几天的时间 就算是今天呢 美国的众议院提出了谈劾案 进行的表决过关了啊 坦白说大概赶不及啊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状况 但是的话呢呃 在美国的法律规定 就像台湾其实也是一样啊 这个谈劾案呢呃 即便呢川普下台了之后呢 还是可以继续进行谈劾啊 就说你只要是在他任期之中呢 提出的话呢 其实后续都可以啊 这个去完成这个谈劾的程序 所以你可能赶不及在呃 川普啊下台之前提前赶他下台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谈劾案的话呢 未来持续的在拜登主政之后啊 这个在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呢 继续进行的话呢 有可能呢会达出啊 达成一个最后的过关 而过关之后就可能会限制啊 川普不再可以啊去就任公职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涉及到的是 而不只是啊他这一任 到底任期有多长 而是他可不可能呢 在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 好所以呢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呢 呃虽然啊这个知道可能很难啊 这个在啊川普上台啊 下台之前提前赶他下台 但众议院啊在这个今天 他们预计啊要这个推出谈劾案 好那目前来说的话呢 呃众议院已经超过了150个民主党的议员 签署这个弹劾的条款 那这个弹劾案的内容 最主要的弹劾理由就是 呃这个冲击国会大厦这件事情啊 就号召群众冲进国会大厦 他们说呢这个总统涉及到煽动爆 啊煽动暴乱 OK好所以呢目前的这个签名的民主党的啊 众议院已经呢大大的超过了党团的半数 那对于众议院来说 在我看起来啊 他们要通过弹劾案应该是很快 这几天应该就可以通过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弹劾案要能够成立啊 这个除了众议院要通过之外 还得要参议院 好那众议院的话呢是二分之一通过就可以 参议院院的话呢要三分之二同意 那所以很显然的那在目前为止啊 美国的话呢这个旧的参议院 还是由共和党超过半数以上的掌控 OK好所以呢我我刚为什么讲说呢 在1月20号以前真的要让啊这个川普提前 因为弹劾而下台很难的原因就在于说 众议院即便通过了 但是呢参议院也很难通过 好但是未来的话呢在1月20号之后 新的国会诞生新的参议院是50对50 如果加上呢到时候的呃这个呃 民主党呃裴洛西再投一票的话呢 就可以过半 但是呢要三分之二也还是有点难 但总是有机会 所以呢简单说呃在1月20号啊 这个川普下台 以前众议院有可能通过弹劾川普 但并不足以让他下台 因为他们的弹劾要参众两院都同意 OK好但是如果说众议院呢通过了弹劾川普的话 也已经形成了众议院两度弹劾川普了 对于川普在任内被两度弹劾啊 因为他在上一次是在呃去年2019年的时候 因为通俄门的关系 他呢涉及到呢呃干扰整个的国会调查呢 要说死人家作伪证等等等啊 就已经让他已经通过了众议院的弹劾啊 不过那个时候的众议院弹劾就像我讲的一样 他就没有通过参议院的弹劾啊 所以等于的谈谈劾呢 嘎然而止就是了做了一半就是了好 但是呢对于川普来说已经写下了记录了啊 如果说在这个礼拜距离呢呃下台前十几天 众议院通过的话 他等于在任内两度被弹劾的总统 那事实上呢现在呢弹劾是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的话呢是直接透过呢呃 这个宪法第25条修正案呢 来直接呢呃罢处啊这个川普 那什么叫做呢这个宪法第25条修正案呢 这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啊这个他们征修的条文 中间特别提到呢复语啊这个复语 他们的副总统跟呃行政机构 就内阁官员有发动权 认为这个总统不适任啊 所以副总统跟官员就可以发动说 我觉得他不足以履行这个职务啊 没有这个履行这个职务的权利跟责任 因此可以去发动 不过呢这个程序啊如果说假装发动啊 那就变成由副总统彭斯得要发动 或者他的呃比如说呃其他的这个内阁的官员 川普的内阁官员要发动 然后要得到国会三分之二的投票的支持 所以比较难啊坦白讲比较难 目前彭斯并没有呃议院去发动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我们刚讲到 不管是参议院里面碰碰到这个面对这个弹劾案 或者是说我们刚讲到的这个透过宪法的 第25条修正案 共和党内其实都有点点杂音啊 他们认为就算川普很离谱 他们大部分人都同意川普实在太离谱了啊 包括呢像是彭斯啦 包括呢像是参议院的都市长领袖呢 麦卡诺啦都已经谴责过川普了 但他们认为这个时候如果要川普提前下台 会分裂美国会分裂共和党啊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对于提前赶他下台 赶在这十几天里面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 OK好所以呢这个大致来说是目前呢 这个透过宪法第25条修正案来发动 呃霸触呢川普可能比较行不通 但是他是一条管道啊 那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 当未来民主党掌控参众两院的新国会诞生之后 他们有说要再次修正 这个美国的第宪法25条修正案 让国会也有权力来发动 说直接呢呃这个就是霸触啊这个总统 就是不见得要透过弹劾 只要觉得他不适人这么的夸张就可以啊 所以呢就整个来看的话呢 呃显然的目前啊呃大部分的美国的民意 还有包括了现在的一些 包括参众两院的呃这些政治人物 应该目前来讲都是都是被呃川普有点气到了啊 就他实在太夸张啊 几乎没有办法忍受啊 他啊多一天啊这个留在位置上啊 只是说就程序来看的话呢未必可以达到 好那连拜登啊拜登面对这个弹劾案 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他上个礼拜五表示啊他让国会去自行做决定 不过他认为川普不适合任何多一天留在这个位置上 休息一会再回来 好回到来训时间啊所以呢上个礼拜呢呃 这个最冲击全球的就是呢美国啊这个呃白呃白宫啊 就是嗯白宫的主人啊这个川普呢号召他的群众呢呃前进啊 这个宾夕凡尼亚大道啊那等于前进国会啊 所以呢国会呢遭到了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冲击啊 甚至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累计已经六个人死亡了啊 好那所以呢这份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民主的耻辱了啊 所以呢今天纽约时报他们也特别报导了就是说美国的呃这个在西方世界当中所谓的民主灯塔的形象啊这个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啊 那当然接下来就看看这个拜登啊如何的重拾啊重新重拾啊这个民主的碎片啊让这个呃 民主的形象或者是在国际当中啊当一个老大哥的形象如何继续去串联他的盟友啊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 但是不论如何目前看起来呢呃这件事情对于美国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啊这个难堪啊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呃我刚讲到了那么多的一些可能采取的一些作为 想要提前把川普赶下台这件事情都让川普这两天呢看起来比较收敛了啊呃先前的话呢 当他这个呃支持者冲进白呃这个冲进国会的时候包括他也好啊包括呢他的什么女儿啦他的家人啦呃亲信的都还说哦这个形容这些人是爱国者啊这个爱国者啊 现在试图呢讨回呃川普呢被偷窃走的啊这个选举的成果等等啊那后来等到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连呃共和党内的人都站出来抨击他 然后当民主党啊这个发动了啊所谓的要打算发动弹劾哦发动呢动用啊这个宪法第25条修正案之后啊川普呢立即啊一个改口包括白宫发言出来啊跟这个啊暴徒啊这个发划清界限 然后川普自己本身呢也也说啊呃这个呼吁啊这些人回家了啊说这些人呢啊跟他无关他认为呢这些暴徒都必须要受到呢呃国家的法律最严格的谴责啊他认为的怎么样子说公公进呢这个国会呢都是不应当的啊我觉得他的支持者应该听起来情何以堪啊明明是你叫我们往这个呃国会前进的啊现在突然之间呢就划清界限好那所以呢川普呢虽然啊这个看起来呢呃呃 感受到了这事情的严重性啊呃然后同时他也说他不会去出席呢拜登的就职典礼啊所以意思就是1月20号你将不会看到呢交接哦所以过去这也是很尴尬啊就是说呢他一般来说会有一个交接的仪式或者在这个就职大典上面看起来至少是啊这个嗯卸任的总统呢去恭贺啊非常有风度的呢恭贺新任总统当选啊去参加那么一个庆祝的仪式 但是呢川普说他不会参加我觉得这个不会参加呢呃你并不用过度去想说他是不是不好意思意思参加不是哦这个大部分的政治人物跟媒体都解读说他这个不参加事实上是隐藏一个呢他还是呼吁他的支持者不要去祝贺拜登当选的意思哦所以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呃甚至还是有点担忧哦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呢武装抗议分子哦这个在呃 公入呃国会之后还打算呢去骚乱1月20号拜登的就职典礼啊所以目前美国的FBI正在进行相关的严格的调查去掌控这些呢呃骚动的武装分子啊而且甚至呢很多的民主党的啊参众议员都说呃这个相关的啊这个国家调查的机构显然的啊他们情报失灵啊那么多的一些呃有暴力倾向的人事实上呢早就在网络上面进行规划进行 号召了OK好是呢1月20号啊这个美国的就职大典会不会啊任何在出现这些呃骚乱我想这部分也是啊目前呢美国会高度关心的部分呃因为如果说拜呃川普不出席的话是不是呢给了他的一些支持者一个讯号说我不在哦所以你们可以捣蛋哦这是目前呢他们所担忧的啊但是啊不论如何所以这就是一个目前看到的一个就是就整个程序来看的话呢 呃川普啊他到底呢会被做什么样的一个惩戒啊这个惩戒包括说他是不是会被弹劾他会被限制未来呢去参选公职再一个就是就他煽动暴乱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刑事上的犯罪啊这个在他卸任总统之后会被追究啊这件事情都是受到关注的那再一个就是1月20号啊这个到底就职大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想这部分也是大家所关心的OK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啊这个趁着最后这几天还会有 什么事情发生那至少跟台湾有关的事情呢是在今天各报的头版头条啊都是毫无例外的报道了有关龐佩欧啊说要取消台美的交往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个台美的交往限制啊这在过去段时间其实坦白讲限制还蛮多的啊呃虽然当然一方面是我们跟美国并不是啊这个正式的邦交国了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啊事实上有一些潜规则啊不管是在一些像是呢呃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事务手册或者在他们相关的外交事务指南或者另外的对台交往准则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啊很复杂的规定那为了都是怕要呃不要得罪中国大陆啊包括说譬如我们的官员如果去呃华府进行访问的话呢不得进入国务院那这是一个譬如说我们的呃在双向远过去呢我们的呃呃在那边举行一些什么国庆晚会啦呃就是不得升国旗啊还包括说 呃不得邀请这个美国就美国的官员不得去参加等等啊那还包括了像是美国的官网上面不得有出现台湾任何的主权象征还包括了譬如说呃我们的总统啊如果过境美国的话啊可能不能不得访问华府啊不得在这个呃他们的权力中心只能够去呃什么纽约啦啊所以你看呃过去像嗯陈日脸啊过境纽约马久过境纽约就算是一个外交突破了那更早之前 李登辉在夏威夷还被要求呢呃可能不能下飞机或者呢只能够等这个官员因为下飞机就代表到了美国本土这更更严重好但是呢这些相关的规定呢其实逐年都有放宽当中了啊但是呢这一次蓬佩欧呢等于是一次性的就说呢好这个通通都取消但是啊这个取消当中我想最关键的大家要问的事情第一个呃是不是代表了蔡英文可以趁这个机会快点去访问华府啊 那这个是大家会关心的部分那呃台湾的媒体有问啊就是说等于是呃书面访问就是说问美国国务院呃蓬佩欧这个意思是不是通通都取消呃限制包括连呃我们的总统都可以去过境华府访问华府因为过去的限制就是总统还有我们的什么国防还有我们行政院长还有我们的国防部长不得访问华府啊那这个限制是不是取消了那这个目前没有得到回复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呃 AIT啊是不是我们会升格啊但是这部分的话呢确定庞佩欧的说法是说AIT之外啊其他的限制呢很多东西可以取消啊所以呢对台湾来说的话呢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呃我们的政府就是蔡英文立即的表达说很高兴啊得到这个支持但是不会冒进啊所以这个话其实也听起来呢雨带玄机很谨慎啦蔡英文呃所以呢代表的是他或许不会啊趁着这个段时间呢赶快的说他要去访问华府 如果如果是的话其实当然是可以的那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呢中美台的关系在拜登还没有上台之前呃成为另外一个很可能的麻烦制造者OK好所以这个部分嗯是一个很特殊的呃亲皇不接去是一个有契机有危机的时刻啦啊台湾怎么样掌握那拜登的话呢怎么样接招那一般都分析说呢这个很显然的是呃一方面就是对蓬佩欧来说等于是双赢啦他自己就塑造了 就造出一个呢他们反中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形象啊包括川普政府来说都是同样的呢给这个拜登呢呃创造障碍因为他如果要恢复我就说哦这现实都不行了要呃要重新限制了那事实上就会有点难堪代表他是不是对于中国很软弱啊所以他等于是设下了拜登的对拜登设下了陷阱设下了障碍OK好所以呢大家来看这是有关于呢呃美国解除对台交往限制的一些相关重要的切入点时间到了拜拜 拜拜